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显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月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大盘走势的部分 看今天如果是加权指数的话 哇是非常的一个强劲 由于外资的一个这个 元月开始归队之后呢 台积电下个礼拜13号就要召开法说会 现在有种法说行情提前起跑的现象 那也让整个这个台积电 在昨天ADR就已经大涨7%之后 今天指数跟着跳空开高上去 接下来维持高档来回震荡 收盘是大涨了255点 以今天最高也是历史最高点的 18526点作收 大涨了255点 但是也发现今天指数看起来是 开高震荡收高 大涨255点 你如果看到里面的结构又不一样了 今天上市公司 好这个上涨的股票544档 下跌的又537档 涨的跟跌的各一半的一个幅度 如果看OTC上柜的股票呢 上涨的只有407加 下跌的又528加 跌的还比涨的多了100多加 所以你看OTC指数是今天开高之后 就出现个拉回 K线呈现收黑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说这个盘式可以看到 虽然台积电带着指数拉高上去了 但是操作难度却也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选股当然就很重要了 那接下来该选什么股票 包括前阵子跟他提到半导体 这个相关设备的部分 尹威樊宣都已经大涨了 下一只黑马要怎么去挑选呢 以及最近很夯的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商机到底有多大 在这里面很多人都说 也要进军第三代半导体 到底怎么样去做选股的动作 这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1月4号 每天第一步我们都会先帮会员朋友 观察盘式的结构 来决定该如何操作 今天第一通指令9点10分 跟大家报告 美股礼拜一开高收高 台积电的ADR是大涨了7% 而小NASDAQ起指 今天早盘则是在平盘附近做整理 那台股指数呢 跳空开高级啦 涨了就已经200点了 首盘是一个多方量 313例 预估量在3200亿上下 期节的涨幅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今天大盘开高之后应该是高档 上下震荡会上冲下息 仍然要注意个股结构强弱的差异 并且提防 如果有那种涨多的个股 短线的大户会不会趁着台积电 拉高指数 反而趁机出货呢 所以今天的盘式 当然虽然指数上涨 我们操作仍然要很谨慎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底 在这个车用电子当中 235亿的顺德 这地方 这家车用电子做导线价的 需求在车用晶片带动之下 报价看涨 公司也在积极扩充产能 而股价早盘开高 一度出现个拉回震荡 先做个洗盘 上档有大笔的尾卖单 看起来卖压沉重的时候呢 接下来洗完盘 有大户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因此建立会员派采取短多 当冲先买后卖的策略 那这是今天 我们给会员派的指令 10点24分 快打当冲表底 注意今天这档是短多 2351的顺德 短线技术面转强之下 178到177之间 先做买进 停损定下来 174.5 目标186元的价位 并且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 以免说 这地方你喜欢收到指令 市价去追高 可能成本会比较差 每天差一点 长期下来 这也是不少钱 更重要的是 如果很多会员 都习惯收到指令 市价去追高买进 很容易惊动到背后的大户 人家本来要拉了 看到一堆散户跳进来 可能就不想拉 甚至反手对坐都有可能 那今天就有一点这样的现象 早盘建立买进凑 一度先拉高到179.5 但是呢 还没有来得及出 哇又被反手杀下来 到了10点56分 反而触及到我们预设的停损 174.5元的价位 因此 现龙老师仍然二话不说 通知会员朋友 这地方卖出收回资金 这是我们做股票的原则 严控风险 遵守纪律 绝不做凹单的动作 那讲到这里 当然 如果刚看现龙老师节目的 都会说 这个老师好奇怪 今天大盘涨了两百多点 每个头顾老师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都在讲今天有什么股票赚钱 赔钱的都没说 怎么现龙老师赔钱还要拿出来讲 这就是现龙老师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坚持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重点是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那你说其他头顾老师每天都赚钱 但是你如果觉得哇他们好厉害 每天都大获全胜 跑去加入了 真的每天都能赚吗 你加入就发现 到最后都假的啦 原来这些老师啊 他可能每天推荐三到五档股票 给各种会员 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咱们总有几档会涨 今天就把今天涨的 有赚钱的拿出来说 其他赔钱的套牢的呢都藏起来不讲 这样的老师真的大获全胜能赚钱吗 你加入就会发现假的 那有些老师是一档股票 每天都喊买进 跌了就买跌了就买跌了就买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那无限加码下去 当然再弱的股票 跌身也会有反弹的时刻 那一反弹上来 就告诉在电视上表演说 你看最低点买的赚了多少 问题如果你是他的会员 会有钱买在最低点吗 早就在高档套牢了 对不对 等到低点钱已经用光了 等到反弹也只是等解套而已 有真的赚钱吗 假的吗 那有些老师是这样 一边叫一档股票 叫你说当冲也可以 波段也不错 但是常常就是赚了钱 就告诉你可以冲掉了 万一看错的时刻 就告诉你没关系放波段 听起来很好 但是这样是做股票的兵家大忌 因为他会让你有赚的股票 很快就出掉 反而是看错的股票才放波段 到最后你满手波段的股票 都是什么 都是你看错的嘛 到最后满手股票都看错 都套牢 反而到最后重伤 赚少少赔多多 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才会说 这叫兵家大忌 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甚至有些老师是把货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电视上 永远有一组货员的股票 今天涨停板 哇告诉你大获全胜 有没有那一组货员不知道 只知道 怎么老师在电视上秀的股票 永远不是你参加的那一组 对不对 各位投资 你可能都遇过这样的老师 这些老师 每天都说自己大获全胜 但是到最后能帮你赚钱吗 不行吗 那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跟着我做当冲 当然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钱 有赚一定有赔 有看对一定有看错的时刻 但是我给你的是 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拿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只要是当冲股 当天进一定当天待出 不会说赚了钱就叫你冲掉 万一看错就凹单 凹到最后就变成重伤了 不会我们绝不凹单 当冲股 当天进一定当天带你出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也只有两档当冲股 第三个 每个会员朋友收到的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所以我不会报一大堆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设飞标 只拿赚钱的出来讲 没有 我们就找这个地方 一千多两千档 最多只是给会员朋友两档 今天也只有一档 对不对 那所有会员做的股票 当冲都是相同的股票 第四个最重要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那么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这在2022年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也欢迎认同县龙老师理念的 跟好我们的脚步 那当然也再三提醒大家 那做股票就是有看对一定会有看错的时刻 这都难免 但是记得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 一个真正最后的赢家 看对看错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看对的时候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都没关系 但是万一看错 顶多小赔记得一定要跑 绝对不让大赔这件事情来做发生 所以像现龙老师 每次出手都会先把停损先定下来 万一看错赔个一%多两%左右 就最多了 就给他 绝对不会让损失继续的扩大 那如果看对 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才能成为赢家嘛 那今天我们这地方看错了 好顺德这地方 反手下杀 触及到停损 二话不说 三块钱给他收回资金 但是当看对的时候呢 像我们之前做3035的致援 大户这地方 趁着利多见报 锁完涨停筹的隔天 散户追高 大户拉高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 我们就短空先卖 那天这地方 卖在225.5以上 杀下去220.5以下买回 一口气赚回五块价差 五张就两万五赚起来啦 对不对 不止那一天 对不对 22号再做一趟这个致援 那天致援这地方是在卖在这个21247的价位 杀下去241以下买回最低还有到234 对不对 所以至少就6块以上价差 好目标235也都有达证 很多人赚的更多 对不对 那至少6块价差5张一天就见价个3万以上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这个这个只要能够严格控制风险 四季赚个大的就回来了 甚至像上个礼拜的圆山 同样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拉高反手出货 那天这个地方一口气赚个1块2 因为他股价比较低一点 1块2的价差 一口气这个地方 这个圆山的部分 就是赚进这个25张 就是3万以上啦 甚至像普城 同样的一个模式 先卖后买 一口气赚进1块4价差 100万做个30张 一天进账个4万多块 你看到 这就是我所说的 当你看错 严格控制风险 顶多小赔就跑 不让大赔发声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那么如果说投资 认同现龙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闯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的 坚持下去 好 回来继续来谈到 这个台北股市 当然大盘指数 如之前所预期的 回探为季线半年线之后 现在不但突破了18034 也在圆月行情 外资归对之下 继续的往上来做公高 但是也正如我所说的 这个盘式的类股轮动 速度非常的快 指数虽然创新高 今天上涨的股票 反而比下跌的股票 还来的少 真的很容易赚了指数 赔了价差 那更要去担心 虽然大盘 元月份这个地方往上拉高上去 但是 接下来 美国三月份 要正式的结束量化宽松了 那会不会造成资金行情的扭转 更要注意的 中国要进入到习三任了 两岸关系 会不会形成重大的变数 以及台湾 很有可能在今年 出现缺电荒 那这些所谓的风险 当然目前股市在涨的时候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错 涨的时候 大家都会忽略的风险 但是一旦行情 哪一天反转下跌 那刚才所说的 这三大的因子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 急速下沙 驻跌的一个原因了 这种状况 一定要去注意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行情 目前来看 元月行情 似乎还在持续推进 当然要小心的是 哪一天 如果说爆出异常大量 那会有剩极而衰的危险 目前来看 好像还没有发生 那所以我们赚钱机会 还是要把握 但是呢 风险意识 记得千万不能少 那要兼顾风险 也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 采取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稳扎稳打的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的操作策略 让你高枕无忧 仍然是最好的策略 那么我们就快打当冲 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是每天 好这地方 盲目的追高杀敌 会按照专业的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式结构 再来决定多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如果攻击盘 我们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如果整理盘 我们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并且在确认转折时 果断出手 最后无论如何 一定就是遵守几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 一定就是当天出 那就是这样的原则 攻击机会来年 像我们之前做中美金 大户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短多买进 这个地方一早 买在215以下 急拉大涨上去 别人追高 我们已经买在低档 别人在追高 我们已经可以建立大家 215以下买进 219以上 卖出四块价差 开开心心的 放在口袋 五张就赚个两万以上 放起来了 碰到整理盘 像这上礼拜 我们做6275的圆山 这个也是短线大户 前一天才锁完涨停 隔天拉高上去 散户在抢进的时候 大户在拉高翻手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逮到 我们就短空先卖 上个礼拜 卖在43.1以上 最高来到43.2 10点半臭 翻黑下沙 通知大家41.9以下买回 最低后来还来到41.25 所以你看 至少就1块2加差 100万做个25张 一天就进占个3万以上 那今天这地方顺德 我们这地方没有如预期的拉高 反而触及到停损 也二话不说 通知大家收回资金 遵守几率 绝不熬单 这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就是这样的原则 采取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对小资组来讲 要掌握赚钱机会 要降低风险 最好的策略 那当然有一些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很多这地方有些资金比较多的 都跟现龙老师说 当然当冲是很好 但如果说手上有五百一千万 也不可能说 所有的钱都拿去做当冲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波段需求规划的话 我们不会去带你买一些 投机炒作的股票 我们只会锁定 真正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力股 包括这一波 刚刚提到过的 半导体设备材料 还有这地方 所谓第三代半导体的化合物半导体 那半导体设备跟大家提到过 在台积电 台Intel Samsung 都在扩大资本支出之下 其实最大的受惠者 会是相关的设备 跟关键材料的部分 包括设备仪器 机电工程 测试耗材 细晶元 光照 光照盒 当然里面公司很多了 我们要去找 真正业绩有启动成长动能的好公司 像之前介绍这个大家6515的影威 这家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对不对 也就是在这地方 看到了 当时这个业绩已经开始这地方创下历史次高 第四季有机会创新高 重启动能之下 公司还产能驾动率又达到满载 积极在扩充产能 这种订单掌握在手中之后 明年新产能一旦量产 业绩就是要大幅度跳升了 这种股票那时候法人也在低档 刚开始布局 所以我们在当时300期以下 都有建议大家持续分批马进 那这一波冲高上来 最高已经涨到437.5 当然大涨创新高了 急涨就不要追 要么也是拉回找买点 或者像6196的一个繁宣 这也是业绩 上个月11月份就启动了成长动能 那公司这地方订单已经满手 手上的订单超过一年营收的1.5倍 都排到2023年去了 就不用讲 它明年的今年的业绩 要大幅度成长 所以这种股票也趁着刚刚发动的时候 那时候150元以下 都有建议会员朋友分批在买进 现在已经拉高上去 最高涨到195 当然这时候我都提醒大家 急涨不要追高啊 我们也会在这地方适度的短线调节 等到拉回再来继续找买点 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再观察 即将公布的12月份营收 如果要像樊轩 或是像这个尹薇这样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那股价要站在起涨点上的新黑马 我们也随时会来做卡位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到底在红什么呢 商机到底有多大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电动车 充电设备 太阳能 风力发电 低轨卫星 雷达感测 快速充电 这些都需要高温 高电压 高功率的半导体环境 那因为第一代的所谓的细半导体 以及第二代的生化加半导体 物理特性都已经达到极限 它的电压 它的温度 没有办法适用在电动车啦 这个低轨卫星雷达感测啦 那因此呢 拥有耐高温特性 耐高压特性 以及低能耗 能源损耗的第三代半导体 包括碳化系 包括氮化加 这个部分的需求 正在大幅度的增加 那增加幅度有多强呢 以2021年来看 氮化加的市场规模 大概是8300万美金 但是到了2025年 要上刊多少 8.5亿美金 成长10倍 碳化系更高达了 33.9亿美金 所以当然 8亿 33亿 你说跟台积电做的叫做细半导体 市场规模是上千亿来比 那只是个零头而已 目前还没有办法跟第一代半导体相比 但是如果以成长率来看 却是用10倍速在成长的情况之下 那个才是真正惊人的成长 当然现在也看到很多相关的业者 包括金颜制造 基板 累金 IC设计 封装 相关的业者 台湾的 日本的 中国大陆的 都在纷纷投入 那关键是 谁能够跨过那个技术门槛 因为那个技术门槛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没有过去 你只是沾点边 很容易封来的时候 当然也吵一波 等到这个地方风潮一过 你没有订单 没有业绩 到时候还是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的是 谁的技术能力 足够 这才是胜出的关键 才能够在业绩启动 成长动能 像我们之前推荐大家 5222的全讯 这家生根化合物半导体 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 多年了 提供Total Solution 从上面的设计 制造 封测到模组 一贯化都提供 品质量率是领先业界 包括最难的军用规格 航钛 这都是品质量率 要求最高的 他都能够顺利的供货 更不用讲需求量大的 5G距离台 低轨卫星等等 现在产能也达到满载 积极扩厂 订单也掌握在手中 2022年业绩 也是要大幅度成长 所以当时的股价 在这个178元以下 我们都建议大家买进 先一波急涨 两支涨停之后 208元 看到短线大户进来搅局 我们就部分获利调节 等压下来183元以下 再度买进 那现在一波冲高上去 最高到234之后 最近又再拉回整理 但是我觉得这还有机会 如果有好的机会 我们再来发动 那另外也是继续观察 即将公布的 这地方12月份营收 由业绩启动成长动囊 股价站在起涨点的 我们也随时来卡位 那么如果说投资 想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管是小资族 想采取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稳扎稳打的来做操作 或是大资金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锁定 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利股 做一个波段规划 稳健获利的 都欢迎大家 广告休息时间就来找我们 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运达头顾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元月行情 目前来看 似乎在台积电领军之下 继续的往上来做挺进 创新高之中 但是肋骨顺动 速度越来越快 很容易在这波行情里面 不小心就是赚指数赔价差了 更要去提防 元月份哪一天异常爆大量出现 这都有可能再度的盛级而衰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是风险意识 仍然不能少 那么对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记得不要去碰一些投机炒作股 我们只会锁定产业趋势向上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力股 这波锁定在半导体设备材料 以及化合物半导体的部分 包括了之前的尹威 樊轩还有包括了全训 都已经先大涨一波 当然我们也正在观察 即将公布的12月营收 如果有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金山站在起奖点上的 这个新黑马 我们也随时准备再来做卡位 那再来小资组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我们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操作策略 继续的严够控制风险之下 文杂文达的掌握赚钱机会 今天顺德碰到停损 二话不说收回资金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但是一旦看对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的圆山 一口气这地方 一口气赚个一块二的一个价差 一天进账个三万以上 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支援一天五块六块的一个价差 这都是这地方 严格控制风险 稳杀稳打之下 掌握的赚钱机会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绝对不让大赔发声 看对有时候小赚 有时候大赚 长期下来自然就有机会成为赢家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方 Oxid